我個人覺得這個攬車這個案子 要達到這個開發單位的四大目的 四個開發目的裡面 前三個 我覺得目前都可以做到 不需要攬車 唯一真的可以達到開發目的 是 增加一些旅遊的商機 但是呢 同時也要考慮到 對三下交通的影響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那這個案子 我覺得還有其他技術上的 我呼應其他委員的 關於這個環境地址的影響 我們需要一個很專業 公正的環境來認定 所以這一部分呢 可以請中華民國大力工程學會 來做認定 第二個呢 這個攬車的系統 它的規範是採用中國大陸的系統 所以張偉剛才有提到 就是說沿著攬車沿線的 路線的這個 封場封向 還是 是不是這個攬車有通過那個封口 這個都有 規範上的規定 那也需要專業的學術單位 來認定審定 然後進行實際的現場調整 那第三個同樣 關於腐蝕方面的 那如何去檢查 監測這些腐蝕 我相信也要有專業的那個 學術團體來認定 那第四個 就是說 因為這個 我覺得地方民意也 需要進行充分的溝通 與調查 這個也是 開發單位要努力的 第五個是 我自己是有一個 很好奇的 就是說 像貓籃這樣一個小型的攬車 其實我覺得它的景觀 並不是很好 但是為什麼 蓋貓籃我想不通 因為 一般攬車系統 因為我們到國外 或是到大陸 通常是像黃山啊 華山啊 或是在阿爾培斯山那種 公路 可極性沒有辦法達到的地方 我們才會去蓋籃 這個 那如果是因為 經濟開發 或是觀光要蓋好 我倒是有一點有疑義 就是說 這是BOT的案子 我相信所有的工程會 都是廠商開發單位的負擔 那如果萬一像貓籃這樣 像今年好像損失一億多 那未來如果經營不下去 政府是要回收 那如果說政府回收 我不曉得這個解約條件 這BOT的條件 我不瞭解 那這方面 是不是可以請廠商啊 那一定要好好 恢復一下 那這是我個人今天想見 謝謝 謝謝